現在要開始教你們怎麼捏面人了 大拇指頭轉一轉 左右各轉一轉 用大拇指頭轉一轉 但是我們要用到六根手指頭 如果我告訴你 之前我不是去你們家 因為請我吃飯了 結果我回去我就跟你說下廚一下 結果哇塞 很難的耶 你是怎麼做的啊 下廚本來就很難 因為在我家都是我阿嬤阿嬤在煮 我是無事不入廚房 無事是不會進入廚房 我覺得很難耶 對啊我是說是你做的 你看你媽媽的 沒有沒有 就是基本就是我自己煮自己吃的話 就是有熟就好了 不要就是沒有限制 我就可以接受了 所以你平常不會下廚就對了 不會去鑽研廚藝就對了 因為就是可能阿嬤跟媽媽都很厲害 所以就不需要 自我放棄 對自我放棄 放棄啊 反正總而言之 我今天請到一個廚師來上節目 中後三等級的 對對對 不止不止 他不止他在高文化 民間信仰裡面有一個廚師 你怎麼知道是誰 藝牙祖師 對 我請來的這個廚師 他又教文化 他就是跟藝牙祖師 他的廚藝的文化 還有他的內容都做一個統整 還有 跟現代的活動作結合發表 這麼厲害 對 所以我今天 通常藝牙祖師 我們一般的人要了解 是好像那個機會比較少 不像像媽祖還是鳳鴨 就是隨數可見 隨數有妙 對 但是藝牙祖師我真的好像 很少看到 一般人說很少看到 所以他是把藝牙祖師的作結推廣 對 他在我們的草芽 高雄的草芽有一個藝牙 這麼厲害 對 現在在我們旁邊這位 東哥 歡迎東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藝牙東哥 東哥本身是廚師對不對 我沒有說錯 我廚師 我廚師 我們到的 中泡師 為什麼會跟藝牙祖師結緣 我們當時 我是台北路手那邊 路走 剛才聽我們這樣說 台北比較不好賺錢 所以 他們 比較冒冷的高雄 高雄年時常留在那裡 在藝牙頓那裡做讀書 買一個小麥麵 嗯 小麥麵買之後 再炒鮮魚 再炒鮮魚 嗯 那是這樣 所以說這個藝牙是這樣 藝牙是 聽說 以前時台北就有米的 在供風藝牙 但是他的水是配飾神 培飾神 對 培飾神 那是他買了 我哥哥不來高雄的時候 在台北 他也是做讀書啦 那到高雄的時候 鑑梁啦 鑑梁說 就有一些醫牙祖師 所以那時候是聽他們說 不照高雄的廚師 不記得跟台北 陣營啦 不記得跟國畢 古畢 對 以前是這樣 我們是開間放館啦 放館裡面就是拿那個紅紙就寫個意 祖師神位 就是貼在廚房 然後就是這樣拜 祖師就是供奉祖師爺嘛 他就像我們做的肉園 做的肉園是拜羅班 做的 拜電動 我們做讀書來拜家祖宏 以前都說去祖宏 好 九九杯子來到 漸漸的生理 有時候剛才比較好的時候 在那個台港部 在那時候就開始在說 說我們比較紅布要調一段 那個祖師 神像 去拜了 這樣 大家都說好啊 不然要來調一段 那時候是麻煩 那個祖宏廟 那個廣告廟的太祖宏公 來做童鷹室 做童鷹館 邀請我們一個藝牙祖師 的一些森林 再來認討 我們的神像裡面 再去拜 雕心最重要的刷來草牙 對 對對對 來到草牙的時候 那個時候 立功那時候 大家都拜到大家都賺錢 對 那時候可能和台灣的經濟 起飛都會有關的 對 這都老實說 這都會有關的 大家都開始探知 那時候 他說 先他說 高雄市處事公會 他說 祖師 我們拜到這麼久 是不是要進來工會 大家工會 做來 做來拜 就是這樣開始 去廟 蓋在前鎮草牙那邊 所以 第一間祖師的 藝牙祖師廟 就是定了 很高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們藝牙是誰 要不要介紹一下 我們知道藝牙可能是 廚藝最厲害 對吧 藝牙的創造五位 藝牙的香味 就酸了 甜了 鹹 香 很重有味 藝牙又是 當中華民族 他在開餐廳 就是我們藝牙 藝牙的發跡 這時候是 的餐廳 就齊皇宮 齊皇宮他老婆 人在艱苦 藝牙受病到皇宮裡面 把他煮了一道菜給他吃 吃了病就好了 所以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們現在說可能是食欲不振 你也可以說食欲不振 我兩個先生 我在生一個山頂的味道 但是釣魚就釣魚不好 我吃到就不會刷牙 我覺得這都沒有什麼 這也是很可能 當然我們是愛的整個來講 到底是比較厲害 當然他煮一個菜都給我吃 我好像吃到 這麼香 吃到就 你說神仙你也要這樣對不對 食欲不振的食欲 都不用用煮一個什麼東西 吃得很好吃 這次就來了 對 日本的學者都說 他說藝亞 他可以一天創造一道明菜 一年可以創造365道 他跟在齊桓宮的身邊 至少有40年 你說 每一天的菜肴都不一樣 這個很恐怖 這個不均衡很恐怖 所以空主有這麼在說 孟子也在說 孟子就說一句經典的話 他說 自於味天下情於魚 講到口味 天啊 那些人都要吃魚 所煮的東西 這樣就知道 你就知道說 什麼人相應好 七萬公相應好 對 但是說七萬公 不是外交的有人有疑問 他說藝亞 不是說 為了七萬公 哪想帶自己的孩子 是不是 這條道是民間流傳 對 發光 如果有人跟你這樣說 對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這個問題 你聽 以前我小時候 我五分三個階段講 我小時候聽我一陣子 他說 說藝亞 對於我們這個方便 很中 他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在拜 是在拜他中 還要拜他手也好 是 第二個階段 就是剛才我們主持人 人的 妹子是怎樣 他自己的兒子 自己的兒子 對 來自己的兒子 對 七萬公說 這我去他了解 七萬公說一句話 就是說 哇你他煮的東西這麼好吃 哇 我三點海味 吃濃濃 欸 我就想要吃過藍肉 他告訴你一句話 哇 一句話 老小出去之後 去讓他也聽到 他也麻煩了 他沒帶藍肉 他沒煮藍肉 也很麻煩 到底要怎麼煮 我要去 他的那個監導裡面 去 比如說 去拉一個犯人來殺嗎 也不對啊 因為那個時候 聽說 聽說那個時候 齊皇公治理了天下 沒有什麼犯人 大家都治理得很好 然後 今天天下都太平 然後哪有這種人肉可以吃 然後 因為齊皇公這句話講出來了 他不得不做 以前的時候就是這樣啊 對啦 在那時代 分藥神聖 神不聖不丟 所以我們就是會拜他丟 神聖好他就是這樣 所以要怎樣 所以 他跟自己的孩子 說是這樣說 但是我們所了解 是說 他是掛自己的孩子 的肚腿肉 烹調了一盤菜 我獻給齊皇公吃 那齊皇公吃了 哇 我也吃過這個東西 當地吃什麼東西 他還說 這就是我的肚肉 他是這樣來的人 在那個時代 這樣也不得不這麼做 那不 如果想起起來 只要說想起來 搞不好幫你煮酒煮 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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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都不用看他 你年了 差不多沒辦法去 房間是這樣說 比較不好的地方 對 但是我們如果了解 當時那個 欸 時代背景 他的身分 第一個 不得不得 抉擇 東哥 你本身就是 這廚師 已經很厲害了 為什麼 你為什麼喜歡搞文化 為什麼這麼重視文化 因為 我一般認識的 中廓師 廚師 主廚 他們就是 譬如說 把自己的餐廳做好 然後版的 然後譬如說 頂多可能上一些美食節目 我發現你除了廟之外 你對文化的事情很重視 我就很好奇說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這個熱情 啊 說到這齁 怎麼有點趕快 啊 說到這 就真的要漏了 是怎麼說的 我常常在說 我從頭來 沒有要辦 但是頭天了 感覺我們的圖書文化 沒有漏了 說出來 我 我 在辦藝牙籍的時候 啊 在八十六年八十七年 我去我們台北故宮保護院 齁 啊 去到一本桌 叫做藝牙藝藝 嗯 就是在那個時候 才開始 搞文化 齁 就是這樣下去了 一本桌 我賺二十萬了 嗯 賺二十萬了 啊 我就去台北故宮那邊 反正就是 引印一些資料 引印下來之後 就從那個 以前的食譜 以前 以前我說的 石金 反正就從食譜那邊 去了解 一些文化 還知道 哇 這本桌 裡面實在有夠精采的 我說 我實在說精采的 裡面有去說到抹茶 你本人在說的抹茶 抹茶喔 這個現在 年輕人也很愛 你看抹茶 有這本桌 這邊抹茶蛋捲 大家還在抹茶 居然有講到抹茶嗎 有有有講到 那些藝藝藝藍裡面講到 那是元朝的菜 好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原朝的抹茶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到抹茶 好酷喔 還講到什麼 還講到一個 叫糖淋浸 糖淋浸也是幾藝藝藝 你知道什麼叫淋浸 那個淋浸 淋浸就是日本 日本人在說的 叫蘋果 嗯 日本人現在在說蘋果 它也是什麼淋浸 所以這個有很多人去探討 所以就是藝藝藝藝 從你說八十幾年 辦到現在 每年都在辦 就就是辦文化 這個就是辦文化 反而真的是要這種效果 那剛剛跟你自己的拿手菜呢 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跟你講喔 附近就教我一道三杯雞而已 就是一道三杯雞 三杯雞要做個好業很難 我曾經幫你講 你把那鍋子燒掉 我就只 我就 我跟你講喔 我的成名菜是三杯雞 喔 我是專研三杯雞 所以現在你要說我做什麼 來來來來 三杯雞專家在此 那個誰 是不是三杯料理都可以 還是說只有三杯雞 沒有 三杯料理都可以 但是我最早 我又吃過 我最早 你來我吃 你來我吃 是啊 三杯雞 所以我如果在辦桌 那個三杯 我如果在那邊都炒 都炒那個三杯 我都已經炒那個三杯 我都在吞口水的感覺 就是很厲害 我下次來不吃 下飯 這個超棒的 就是下飯嘛 好吃 了解 我再講一個故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知道 月亮蝦餅 他們都會 前面就 還會再加兩個字 就泰式 月亮蝦餅 對 欸 你們最覺得這道菜 是誰做的 泰式 月亮蝦餅 欸不會 老跟你們講啦 不是泰國來的菜嗎 對 而且我記得我小時候 並沒有這麼多 月亮蝦餅 是 是 慢慢長大之後 才有吃到 對啊 都是去泰國餐廳才看到 對 那 所以 所以其實我們是被騙了嗎 沒有 你跟我說 你跟我說 欸 你們去的 去的 泰國餐廳 是在台灣的泰國餐廳 還是去 泰國的泰國餐廳 在台灣的泰國餐廳啊 對 那我跟你們解密啦 他說 泰式 月亮蝦餅 他沒有說 泰國 月亮蝦餅 我跟你講喔 泰式月亮蝦餅 他是從哪邊來的 他是從 我們台灣 當初不是 有很多進口 很多那個什麼 泰國勞工 對 都進來嘛 泰國勞工來到這邊 撕香啊 他們認為說 我想要吃 泰國菜啊 然後 我們台灣人 就開一些泰國餐廳 賺錢嘛 叫一幕他們嘛 然後也跟他們講說 我們這個 這是 真正道地的 泰國菜嘛 其實是 是對嗎 泰式月亮蝦餅 不是泰國菜 是台灣菜 那最早 是從哪邊 演變的 演變過來的 台灣菜 是從一道叫做 金錢蝦餅 他是圓形的 然後他 他把它給 壓扁 把它給撐開 撐到 就這樣 就這樣 好像蛋餅一樣 那麼大 拿下去 煎一煎 然後再把它切一切 然後給你 取名 因為是雲的 叫做月亮 月亮蝦餅 然後就可以 泰式 所以我們台灣人 很多人跑去 跑去 月亮蝦餅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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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跑去中國 到岸 跑去泰國那邊吃 餐廳吃 我要點 月亮蝦餅 因為你們這邊一定更到底 更好吃 沒有咧 我們泰國餐根本沒有什麼 做出月亮蝦餅 對 應該是這樣 月亮 你在教文化 所以我今天請你來 辦這個捏面人 這個體驗 對啊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 看到捏面人 所以今天請你來 幫我們推廣這個文化 還有傳承這個文化 你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這個文化 它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還有你今天來 辦這個捏面人 你的感覺是什麼 這個捏面人是這樣 這樣啦 這個相傳 以前的口名 要渡江 我們那個江河 穿錢 基本就沒辦法過 當然以前我們都在說 要拜拜 要祭江神 江神 不江神就沒辦法過 要怎麼 口名就說 不然就說 有些 你做不可以 台前前的 人 拋下去 或是 台下的 部菜 譬如說 譬如說 他就要怎麼做 他就說 每天都用米粉 米粉來捏 來捏一些 譬如說 捏一些 鴨子 鴨子 一些魚的水 做了一些 完全就是這些公廳 捏不掉 來拜拜 拜一拜 拜一拜 放下 江河裡面 讓這些江河裡面的神 靠賞他一下 拜託一下 你吃吃的 祝這些薑 薑水 跟平靜 文漢堂做過 所以是這樣來 所以說 後來有人說 魚乾淋 後來有人說 那種 他們很棒的就是我們的鳳伯蕾 他們的共鋒的共鋒 共鋒的共鋒 主師爺就對了 所以我們的主師爺有分很多 跟我們一個廚藝界的主師爺有分很多 所以都到這裡他就是這樣 所以像我們現在 我說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在國外的時候 這個鳳伯蕾就是拜拜 就是要吃 早上是我聽那些老的說 以前的鳳伯蕾就點了 譬如說有人在結婚 或是心靈度 這都是好的人家在做的方法 譬如說當年就很好 譬如說人家就要 譬如說人家要帶一個媳婦 人家情就快樂 來今天我來辦五分地圖 辦到之後我外面 在那個收勵金的地方 旁邊的人都要帶一個圖 就是都放這樣 這要有迎賓作用 就是說我殺一個勵 把你們祝福吃完之後 再進去之後 就開始看那個娘 看那個魚的水族 最近照相 就看那個時候,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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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候,有人在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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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這樣 還有,這次是拜拜,像我們現在的家裡,就有人在拜拜,人在那裡,在那裡拜拜 或是說,生命生,就有人在拜,這都是用在那裡的專業 那時候,我們要在那裡,因為那時候,因為那時候,有資格沒有那麼充裕 是,那我要拜拜,要拜拜,就要抬第一年,我比較有畫畫的錢,向我抬這隻豬,向我抬這隻鼓,抬這隻鴨,那要怎樣 我就去,我就用名字,然後來念,我就想真心,說,我就有生意有夠就好 我來拜這次,我就拜好,我希望說,我們現在也是一樣的,我們現在也是有一些廟的 有時候,有時候來拜拜,拜這隻三星,雞啊,魚啊,那個豬肉 有的也說,我這拜拜,吃不完要怎樣 吃不完,那有時候就是用名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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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紅瓶沸,來做這隻三星,來拜拜,我這也會放錢 他這個文化,他就是這樣用 所以我今天來在這裡想到我們阿丹,阿丹是和我跟幾位朋友,他覺得說,不適合,覺得我的手藝不錯 當然想到,我比較和小孩玩,我比較和小孩玩,我比較和小孩玩就對了 是,是,我來在這裡,我們跟一些手藝,來跟他們說 但是,那邊能夠分哦,我們能分南北紙分 哦,現在比較和小孩玩 南北紙分,對 對,來,北部,他的那邊人,他是米粉豬豬的,現體液到的,在外面 他比較用那個,使用色素,比較濕 對,濕濕 南國那邊人,他就是那個先煮好,比較用色素上色,還可以更加熱 所以說,他基本的色味有六種,麵粉一種,麵粉本身的色味一種 麵粉色,還有白色,黑色,還有紅色,藍色,黃色,黃色,所以這是六種 所以今天,我們給小朋友體驗的就是,我們就是用三色料的麵粉 哦,對哦,對哦,然後一條色這樣 對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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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南部的做法 南部的做法 對不對,不是說這樣,我們還要加,跟我說,紅色,加黃色,起來是什麼原色 就三原色的原理了 哦,今天來小孩子很棒 都知道咧 都知道哦 哦,所以我很安慰 你炒咧,連紫色也會 很安慰,很安慰 很安慰 很安慰,很安慰 很安慰 很安慰 這不是叫高雄 對哦 文化,對不對,叫高雄 南部做法,他還有粉 嗯,他還有粉兩種 嗯 嗯 他分什麼呢,他分一種,就是單一顏色 譬如說,我紅色 我紅色,加黃色,調配起來是橘色 對 然後橘色之後,譬如說,我戳一個紅蘿蔔 對 這樣就是只有一個橘色的紅蘿蔔 對 但是我今天不一樣哦,我今天有教哦 我今天教一個透色法 透色法就是,你是橘色的紅蘿蔔 但是我裡面,穿插一點綠色的嘛 有沒有 有時候穿插一點綠色的嘛 有的,有的它顏色會比較不一樣 那我們就來拿綠色的 放進去這紅蘿蔔裡面 然後慢慢將它的顏色給透出來 這個就跟什麼很像呢 跟那個河果子 有沒有看到那個河果子很漂亮 那個河果子 哇,那個漸層喔 漂亮的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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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漸層真的超級的漂亮 好,那今天非常謝謝東哥 來跟我們介紹這些 它的像是藝牙啦 還有它的一些過往的歷史 順便幫藝牙澄清一下 這些可能會被人家有誤解的事情 然後也跟我們來帶來這個捏面人 然後這個傳統藝術文化的這個體驗 還跟我們分享 它是那個高雄三杯姬第一樂 對對對 記得那個三杯姬 三杯系列一定要找東哥 然後今天小孩子 今天我們開放大家報名嘛 然後來的大部分都是小孩子 做中學啦 在操作的過程 你可以學習到說 他今天做的東西 跟念圖有什麼不一樣 原來他做的這個東西 在早期是可以吃的 然後包括說 使用這個透色法的這個部分 就是很專業的東西 可是透過做的方式 就是讓他們有所吸收的 我們就是做那種可愛的兔寶寶 神奇寶貝的角落生物那種 但是雖然是可愛的東西 可是他也是使用到 專業的跨星的這個技巧 對對對 他就是可以學到那個色彩跟色彩融合 直接可以變成什麼色彩這樣子 然後我們東哥也跟他講 也有介紹這個整個的 音樂人的這個文化 是是是 對對對 所以非常感謝東哥 謝謝我們東哥 來參與我們的節目的錄製 謝謝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可以邀請東哥來 每一年都不一樣的生肖嘛 就希望每一年 東哥 龍年怎麼辦 龍年感覺超難的欸 對啊 龍年 龍年屬牛虎兔龍蛇馬 羊猴雞狗豬 我覺得雞也很難欸 雞很難 雞有那個羽毛啊 什麼的 色彩 這叫做江湖一點關 喔 想要知道那個訣竅在哪裡 記得要鎖定那個東哥跟夏蘭 每年至少一次來 對對對 好的 那謝謝今天 謝謝東哥的莉莉 謝謝 謝謝 掰掰 謝謝 謝謝